弥陀的悲悦发的非常圆满 非常就近 跟晶体上所说的完全相同 他的心清静到其处 平等到其处 这就近圆满的大扯道 这是音修音 古报呢 晶体上半部 大臣无量寿 壮严 大臣是智慧 无量寿是德 万德之中 寿命是第一德 没有寿命 其他就等于零 寿命是第一德 庄严就是极乐世界 一报正报 都得到究竟圆满 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 那极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功德不可思议 而这正确之题 就是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谁呢 就是自己本人 这一点 这一点 这一点必须要知道 你要不知道的时候 究竟圆满的佛果 你这一生 得不到 那为什么 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自信的名号 就是自己的信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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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佛 佛陀佛 自信就是无量救 无量觉就是圆满究竟觉 圆满究竟觉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中国人建称为无上菩提 从哪里正就这句佛号 我们 一律 习气很重啊 那总是怀疑 总是还有会更有更好的 更好的找不到了 在你面前 你迷惑了 找不到了 那难得 二十岁出家 师父 师父是大彻大悟的人 不是凡夫 为什么凡夫不是收获 不认识这个人呢 他 他似乎一见面就认识了 这是什么 这个人将来决定会开悟 那要教他什么法门 要教他直接了当开悟的法门 就是一句法 祝福他 祝福他一直念下去 他念了九十二年 他的秉性好啊 老实听话正干 也三不换题目 那你要问我 他什么时候 得到功夫成片 得到功夫成片 就能往生 那我可以告诉你 不会超过三年 为什么 三年得到一行不乱的人太多了 不是一行不乱 功夫成片 得到功夫成片 就有资格往生 为什么 他见佛了 佛会告诉他 你还有多少年的寿命 时候到了我来接你 他放心了 死心塌地念这句佛号 他念佛的态度 真诚 亲近 恭敬 这个态度 就会成功 不是真心 还有妄念 心还不亲近 还有是非人物 没有恭敬心 这个大不多 那么这样的人 真正像海鲜 老人找不到 到哪去找 过去我们听说 过路教 念佛同修当中 我们还认识极客 但是我所认识的 大概也就是三年五载吧 念佛 念到欲知 是知 自在往生 我们亲眼看到 亲眼听到 都是在家的女居士 男日是没听说过 都是老太太 三年 欲知 是知 自在往生 所以海鲜老和尚 这样的人 顶多三年 他二十岁 到二十三四岁 他就成就了 他就能见到阿弥陀佛 肯定见到 大师智菩萨告诉我们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他是现前见佛 当来是往生极乐世界见佛 他能吃戒 三规五戒 十善 沙弥略义 他能做到吗 他夜深没有犯过戒 真做到了 所以 直接念佛 恳吃苦 能忍受 忍如波罗蜜 真的是做到假了 夜深 夜深于人无阵 于事无求 生活非常艰苦 没吃没穿 穿的是补的 吃的是苦的 或是你 你仔细去观察 他时时刻刻 待人见物 满面春风 一团欢喜 他那个喜 他那个喜是真的 是自信流露 能遇上所说的 不亦越乎 他不是外面刺激 是从内心里生出来的 真诚的慈悲 同体大悲 无缘大慈 不断的 露在外面 这就是极乐世界 他生活在此地 跟生活在极乐世界 是一 不是二 没有分别之处 没有起心动力 极乐世界 一阵状言 他不起心动力 在这个地方 受尽苦头 也不起心动力 花瓶等了 等候啊 那这就叫功夫啊 阿 祢 陀 佛 阿 祢 陀 佛 阿 祢 陀 佛